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 讨座股吧 讨座股 WJ1BH 现在是4.30分左右 呃 40关盘吧 这个股呢在 这天 这天啊 就突破这个 这条最呃前高之后呢 就飙上去了 如果你是在 大概是 买8买7买的话 现在你就赚了 差不多 100% 如果你这边卖 起了一倍 哇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但是通常也就是说 这个叫做形态突破 这个就是形态突破 然后那时候那天是有亮的 有亮的 呃 高成交量是一个 买入信号 啊 当然我没有买啊 我没有买 我现在是开 我现在还看到吧 呃 做他突破之后呢 就一直往上 然后今天呢 就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 呀 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 上影线 如果你有看到我之前的一个视频 我就讲说 哎这个出现了啊 你就要小心了 要小心了 ok 而且呢 今天呢 他也是公布了一些消息 就是说 有大股东 注资去这间公司 呀 也就是说 现在已经消息重天了 全部人都知道了 这个很 这个也是个典型的 叫做sales on news 吧 呀 所以就 有这个很长的上影线 不是好事啊 而且你看一下这边 成交量 这个叫做天亮 天亮啊 不是天光天亮那个是 好像天一样大的成交量 呀 天亮 又有大成交量 又有长上影线 啊 这个你要小心 这个你要你要非常小心 呀 当然我不是神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往下掉 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是跟你说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讯号 当然这个是 这个股呢 一直都是在亏钱的 呀 一直都是亏钱的 so 没有什么gipman啊 啊 他的股价位上去呢 主要是因为有大股东 入资这间公司 也就是说 他股价上去呢 是靠消息罢了 ok 靠消息罢了 sales消息已经realized 也就是这个sales on news 这种情况呢 已经发生了 出现了这个长上影线 又出现了这个成交量 你自己要小心 呀 我们明天再看一下 他思维怎么样 呀 今天我是看到这个 已经是不是很好了 啊 但是之前呢 你看到之前一天呢 之前啊 也是长上 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这个 长上影线 目前两个了 如果今天有人这个 吹上去的话 啊 这个要小心点吧 要小心点 要非常小心 我们去看一下 一个小时处 这个是1 hour啊 你看到吗 成交量 全部都是在这边的 ok 之后呢 这边的成交量呢 越来越来越来越少 看到吗 越来越来越少 ok 而且股价呢 已经没有办法再冲上去这边了 那这样 所以你自己看哦 啊 我是跟你讲说 这边有个很长的上影线 又有一个很大的交易量 呃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 我 我们明天才知道 也就是马后炮 看到了之后 我就可以跟你讲 明天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明天再vlog一下 好不好 谢谢大家